我们补充一下 这个爬虫 简单的爬虫 主要就是这一行 with.endwith 用这个 query table 然后呢 主要改哪个地方 主要改这个地方 封号后面这一串 htv 冒号一直到这里 你想说这个网址 这怎么来的 实际上开放资料里面都会有个网址 这个网址的话 你可以从哪个地方找到呢 你点进去开放资料 找到这个资料之后 住宅切到点位资料之后 我们刚刚下载资料是从这边 CSV 它旁边有一个叫检视资料 检视资料里面 它会跟我们讲说 它的编码格是什么UTF8 这边会显示 然后呢 它底下就有个什么 资料下载网址 我们只要把这个资料下载网址 复视起来 贴到那个分号 有没有 这个分号后面这边 这边 分号一直到哪里呢 到这个地方 到后双引号的位置 就是这一段 其实我就把它贴到这里来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直接帮我下载到 我们的Excel里面了 OK 所以我demo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这个写出来 我都觉得这个功能还蛮好 这边多一个按钮 就是住宅切到下载 那因为这样跑太快了 所以我按了F8 如果我主行跑 主行的话就按F8 然后呢 它会跳这一行 就是Sales点Clear什么意思 Sales我们刚刚不是 前面有用到Sales 是储存格 不过后面有刮无表 是哪一个储存格 可是如果没有刮无表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全部 意思是说我要全部选起来 Clear是什么 删除 所以Clear点 Sales点Clear就清除全部 有没有 OK 那底下的话就是给它连结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Pattern Forms 65001 就UT8 如果以后 假如它 它显示的是Big 5 或者是其他的话 或者是什么NSI的话 那这边可能要改成950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就是两个 不外乎就是UT8 不外乎就不是UT8 那就950 OK 好 那再来的话 这一行 就是Refresh 就是把资料下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它就连到 我们网路上面 那就是等于是把资料下载下来 所以以后呢 假如说你每天都要更新某一个连结 比如说这个资料刚好在网路上面 那你又不需要把它下载 然后再开起来 那你直接怎么 写一个程式就好了 但是问题来了 刚刚我们好像又增加了几个栏位 在这边好像 在这边我们不是什么 第一栏的话 先再插入一个黏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继续做动作的话 在VBA里面 如果蓝要插入的话 那其实可能各位要再记一个物件名称 蓝叫做colons colons就是什么 哪一蓝 那后面刮符就哪一蓝 点insert的话 顾名思义嘛 那就是插入 一蓝 在D的蓝的地方帮我插入 理论上它会帮我放在D的左边 OK 所以这一行执行的话 它就多一 那再来的话蓝位名称 那我就在range D1上面呢 加一个字叫做年 然后再来到哪两蓝呢 F跟Q 所以我在FQ这边插入两蓝 所以如果你要插入两蓝的话 那就FQ 这样你可以一蓝一蓝插 没关系 你可以一次插两蓝 FQ 然后我再把F蓝叫做Q 再把Q1叫做入街道 这样就OK了 理论上 下来的东西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个公式执行 然后再清除等等的就OK了 所以这边顺便补充一下 不过可能会遇到几个问题 就是说第一个蓝 黏的部分 刚刚这样 我们刚刚没写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补上就很简单 这个自己再补一下 有没有 别人又多一蓝了 所以一二三三蓝 目前当然我们刚刚跑只有跑两蓝而已 这一蓝这一蓝 不过你会发现 我用公式真的跑得有点慢 OK 那清除这个虚度接到 为什么跑这么慢 如果我假设顺便讲一下 如果假设你程式跑很久 请问为什么跑不出来 你可以按Ctrl BREAK Ctrl就按住 然后再按那个键盘的右上角那边有BREAK 它这个时候的话 就会强势停止了 所以你再按针错 它就停在这里 有没有在跑 好像有在跑 跑有错吗 为什么这边资料都不见了 所以最好就是你在执行之前 然后还是要先备份一个工作表 再跑可能比较保险一点点 你看我这一蓝又不见了 看一下我的公式是不是 看一下这边 我这边应该改G来了 就 这边刚刚 有问题 这没改到 OK好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我把刚刚 那个 下载的部分 在第14页的地方 所以各位可以很简单 不然你们就直接试 Ctrl C 直接贴到你们的城市下方 贴到这边来就可以了 下方这里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那顺便补充一下有关就是网路卡丛的部分